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很难 那最近是因为这个湖是形成了一个半戎湖的一个状态 是蛮漂亮的 所以就准备去移探究竟 那我们就出发吧 出发前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一般出来徒步都会带什么东西 一般出来徒步都会带什么东西 就从在国内买的优低的这个越野跑背包 就虽然看着比较小吧 但是装东西还挺多的 我里面会装一个就是十几秒的一个棉符 主要是怕进山之后天气突然变冷 然后会带手套 然后可能还会装一个皮肤分裂在里面 然后因为山上有雪嘛 所以会带一个冰爪 然后熊龄 那就是防熊烹雾 那另外的话 吃的呢 我一般就带比较简单了 可能带点像这种棉果棒 那另外的话呢 我会带这种就是固的这个能量胶 因为它能够快速的补充这个糖以及这个电解质 然后配合着水就效果会非常的好 因为以前也都是国内比方跑马转 或者是因为比赛的时候会带的 那另外呢 它这个是自带两个小水壶嘛 每一个是500毫升 那另外我在里面还装了两瓶水 所以两升的水 自帮水会做四五个小时的这样一个徒步 基本上是OK的 那另外还需要带我儿子 每次都要把它带着 还有就是东山杖 另外的话呢 拖鞋 霍卡地方拖鞋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一般就下山之后换上 然后穿车回家 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装备的一个情况 那早上穿着就是霍卡的Kaha的这双Heading Boots 然后也被我造的不像样了 也被我的弓鞋 好 那我们就出发吧 今天这天气真的是太好了 一会儿到湖边 没有雾 看到的景色会非常的棒 我很期待 还有六公里就可以到湖边了 接下来这一段路到湖边 应该都是有雪的 所以还是考虑把冰爪先穿上 走起来方便一点 基本上五公里以后就全是雪了 然后就是政府公团管理部门已经把那个 就是用于冬天图的标记撤掉了 应该剩了越撤了 所以的话呢 后面其实就没有任何的标记 就只能沿着之前的人他们踩出来的这个道路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小道还是挺窄的 然后又比较滑 然后左边就是铺 所以就会比较小心的走 这一段太窄了 就只能一个人过 旁边的那个山 应该就是Garrival Mountain 也是我一直想上去的 因为在上面可以俯瞰Garrival Lake 就非常的漂亮 希望在回国之前能有机会登顶吧 非常舒服 其实是他还比较高的 很 cer danger 好 对 还没有 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